2018年,赌王斯泰良安琪的长女嫁给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平凡小伙 赌王大比一辉为女儿和超营准备了14亿的嫁妆,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还有着将近八岁的年龄差,一定会找个门当户对的公子哥 可偏偏和超营不走寻常路 这个平平无奇的东北小伙星期龙,真实情况却一点也不普通 只好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事业的发展上 一跃成为商业女总裁,还把手中一个经营多年 即将走向下坡路的酒店送给女儿建设发挥 经过她的一番整治,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她的感情却始终不见一点水化 此时的和超营看着最爱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 便想让父亲下床走走锻炼一下身体 爸爸,你想要我做什么? 才能下床多走走路,我想看到你结婚生子 有一个能陪伴在你身边的人 那婚礼上也需要你牵着我的手送我出嫁 那你一定要准备练习一下走路 当时的她身边也有许多名门公子 青年才俊向她示好 和超营便决定要找到一位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生伴侣 但有一日,和超营却偶然间在弟弟举办的宴会里 遇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那就是她未来的丈夫星期龙 当时星期龙是弟弟和尤军的好友 星期龙最重要的不是家事 而是她本身的能力 当时很多学校都对她伸出了宝宋的橄榄枝 性格坚定的她统统都拒绝了 终于在高三那年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学校里的神话 令所有有梦想的深深学子为之动容 把她当成奔向理想的指名灯 直到在她偶然参加好友的一次聚会 遇上了一位心动的女神 往后的岁月里 她们虽然会非常恩爱 但却一直被外界唱衰 当时年仅二十的星期龙 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美丽大方的何超营 没想到她在私底下非常的亲切善谈 两人的聊天也非常融洽 身为父亲的何鸿燊和母亲梁安琪 大笔一挥 为何超营备下了十四亿的嫁妆 梁安琪还为女儿准备了自己这些年收到的各种价值不菲的珠宝 网友纷纷觉得赌王一家 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一个门不当 户不对的男人 并且星期龙一家已经给出了自己最大的能力 她非常欣赏自己这个女婿 大多数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 这一对层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夫妻 却能相爱五年并且越过越好 两人婚后不久和超营就为星期龙生下了一个女儿 经常往返学校和家庭两地照顾女儿 并且孩子在半夜哭闹时 都是她自己去哄睡女儿 但是星期龙就专门陪她一起运动 依然认为自己的老婆是最漂亮的女人 星期龙觉得自己的妻子为了两人的孩子 孕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所以才会在生产结束后 经自己最大的努力减轻一点妻子孕育孩子的负担 结婚多年一直把她当成手心里的小公主宠爱 星期龙的人品能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事实证明和超营赌对了 当年结婚的消息放出时 网友并不看好这段家时悬殊的婚姻 两人婚后的感情却一如既往的恩爱甜蜜 和超营更看重的是星期龙的人品能力 所以他们的小家庭才能幸福美满